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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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17章的22节到24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 保罗站在雅列巴谷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作为师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坐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我们一起一同低头仰望主 哈利路亚 赞美你 赞美你 天佛我们赞美你 你 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更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何等的爱我们 拆下你的独圣爱子 为我们舍命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圣灵我们感谢你 是圣灵光照重生我们 让耶稣的使教活化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归向正神 接受你的救恩 脱去一切从世界来的 虚妄哲学 跟人的力学 单单的来认识你 得着你圣经话语的启示 我们赞美你 求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浇灌我们 恩告我们 进入你的圣里 认识你的恩典更丰富 我们仰望你 主啊 你就借着 在过去历史上被你所使用的仆人 特别是寻道者尤士丁 还有特土良 主啊 这两位忠心的仆人 主啊 让我们能够透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认识你 我们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看到保罗他去到哪里 去到雅典 跟这些的哲学家 甚至这些多审论的 啊 背景的人 来对话 但你发现 保罗是站稳在圣经的启示 把这位创造的主 有位格的主 介绍给他们 没有跟他们的哲学 有任何的妥协 但是却有对话 那今天早上 我们要介绍两位的教父 这两位的教父 他们传福音的方法 或者说对神话语的认识 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反 第一位 我们要认识这个 justing matter 或者叫做寻道者尤士定 他基本上 是用融合的方法 接纳这个雅典的哲学 特别是希腊的哲学 用些那个哲学的基础 来建立对神的认识 所以解释 justing matter 但第二位 特土良 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反 不接受任何希腊哲学 人的理学 来自单单站在圣经的启示 来认识神 所以我们来认识 这两位的教父 能够做一些的比较 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贡献 或他们的缺点 那么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个尤士丁 justing 他可以被称为东方的教父 他的年代在什么时候 主后100年到165年 所以属于第二世纪的 一个重要的教父 他生长在撒玛利亚的世界 父母都是希腊人 所以没有这个犹太人的背景 对旧约 对这个犹太教 没有任何的认识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真理非常的渴慕 要寻找人生的真理 然后他在寻找的过程 也经过很多的波折 那首先他先找到这个希腊的哲学 斯多亚派 斯多亚派 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 斯多亚派 那斯多亚派 那斯多亚派还记得 基本上 斯多亚派 Stoic 他们的哲学的重点是什么 高举的是什么 道德 道德 人的能力 人的这种的自由 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因着认识就可以改善 能够过一个道德的生活 也崇尚这个自然律 能够顺着自然的这种的生活 可以追求人生的一个美满跟幸福 所以他受到当初 这个斯多亚派的一些的影响 但是他在斯多亚派里面 没有真正的这种满足 因为在斯多亚派的哲学里面 基本上只是讲道德 讲生活 没有讲道对神的认识 跟对神的这个的真理 而且他的老师说 这个对神的认识可以说不必要的 我们只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然就够了 那之后他就在找这个 亚里士多的尔斯多多派的老师 让他更失望 为什么 因为才上课了几天 这位老师就要跟他什么 收钱 收学费 他就发现非常的功利 非常的 注重这个金钱 所以他就离开 然后他又找第三位的老师 然後找到的 亚里士是 但是就是不讲哲学 所以他也很失望 那么之后他就找到柏拉图学派的老师 直接来学哲学 也得到一定的满足 对这个宇宙的来源 对这个道的认识 Logos的认识等等 但是他的心还是有一个的空虚 不认识正圣 直到有一天 他在以夫所的海边散步 真的是在旺创天 在那边咳慕 对这个宇宙真理的认识 对这个创造的认识 结果他在海边遇见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非常的慈祥 非常的临近 也非常的有智慧 跟他谈论到很多人生的问题 特别介绍他 就叫了信仰 鼓励他读旧约的先知书 然后把旧约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跟着说明 尤识听仿佛从这个老人的生命里面 看到一个真理的实际 看到他多年所要追求的那种的平安 那种的爱 那种的智慧 好像这个老人活出来 所以他就开始回去 就读旧约的圣经 他自己读 特别就开始注意 先知书 先知的品格 跟先知的信息 当他读到先知的 这些的信息的时候 这些品格的时候 他被他们的这种的生命 这种的公义 这种圣洁所震害 所以他就开始 从旧约 新约 先来追求 来认识 终于 他得到真理 他归向基督 所以解释 他一个生命的经历 从不断地 苛木真理 追求真理 然后 遇见这样一个基督徒 生命的见证 然后在神的话里面 他认识了神 那么 他归向了基督之后 他怎么去处理 他的希腊哲学 他怎么处理 他没有像保罗一样 好像丢弃万事 看着粪土 他基本上 他认为 希腊的哲学 是一个基础 然后 哲学之母 是什么呢 就是记照了真理 就是圣经 所以他认为 哲学 是一个基础 甚至是要透过希腊的哲学 入门 再建一个哲学的基础 来认识基督教 甚至他自己 用建一个哲学的基础 来解释基督教 或者是架构了 一些基督教的神学 所以 尤识丁基本上 在教会历史里面 给我们看的一个例子 是吧 基督教的信仰 跟哲学的一种的融合 那其实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 常常看到 这种的一种的融合 但是结果通常都是什么 不好的 包括中世纪 从教父时代 比较高举柏拉图的 哲学思想 到中世纪 高举阿里斯多德的 哲学思想 然后到这个近代 我们看到高举 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 或者心态的哲学思想 都带来就叫很大的 这些伤害 但是 Justin Martin 他基本上 因为他是从哲学入门 然后 他肯定哲学的价值 那解释 他的一个的 比较危险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的一些神学的思想 你都发现 非常的危险 甚至 从Jason的教导当中 可以被定为异端 但是他的生命 他的爱主 实在是 非常的 令人感动 所以特别 他在 祖后165年 他 为主寻到 他的生命 他的见证 他对寻到的一些的教导 是非常的感动的 那 首先 我们来 认识他的 著作 他有许多的著作 但是 到现在 寒保留的 我们可以 读到的 我们尽量上网去 有机会读他 原来的这些 资料 我介绍了一个网站 这些教父的作品 或者过去 这些2000年 一些重要的 spiritual classic 或者神学作品 都可以在这个网站 可以找到 鼓励大家 不单单看我们 指定的中文的参考书 尽量操练 读英文 因为 假如你能够 英文的阅读能力 建立起来呢 你会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你不需要读 拉丁文 你不需要读德文 单单 在英文的 这个神学世界里面 就有足够的资料 你在这个网站 最少会找到 几千本书 都是免费的 所以 鼓励 大家能够 多看一些英文的资料 甚至 那个 Wikipedia 这个网站的 这个字典 也是可以常常用的 里面也有 一定的资料 跟reference 我们尽量 多学习 看中文的资料 跟英文的资料 那 他 现在所遗留的 三本书 第一本就是 Dialogue of the Tripod 这个Tripod 是一个犹太人 那是 他在以赋所 跟这个犹太人 信仰的 一些辩论的 一些的记载 然后 他面对当时 罗马帝国 越来越多的逼迫 要他 对这个逼迫的 回应 写了两个的 Apology 护教的作品 First Apology 就是 基本上是像 罗马的皇帝 来辩护 来辩证 就叫信仰 要Second Apology 是对这个 罗马的议员 所发出的 一个护教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 他的心智 不单对这个 在上执政掌权的 而且对这些 重要的议员 他实在有个心智 实在有个祷告 要得到他们 所以 我们 看到 这个 上礼拜 这个 也是 那么 基本上 我们看到 这些教父 他们的意象 不单是跟老百姓 来传福音 他们的祷告 他们的方向 就是要得到 在上执政掌权的 所以他们 很多的护教作品 都是针对皇帝 针对议员 所以求生也帮助我们 特别 我们现在 在中国传福音 我们不是单单只是 针对农村 现在感谢主 因为这个城市教会的发展 我们可以注重知识分子 注重大学生 但是要我们 更要怎么 往上一层 为在上执政的祷告 向他们敬言 能够真的有 像 这个 像 Justin Martin 像 其他的教父 他们的这样的心智 能够发表 这样的一些 护教的真理 那么他在这个 护教的作品里面呢 那么 特别 就提到 这个初代教会时候 逼迫的一些原因 跟错误 那么 首先我们 来看一下 初代的教会 基督教 那么 为什么 会开始受到逼迫 原因就是 当初在 罗马帝国里面 罗马帝国 对犹太教的处理 是什么 是准许 犹太教 自由的 保持 他们犹太人的信仰 但是 最初期的时候 他们以为 这些使徒 包括保罗 所传的是犹太教 你发现 罗马帝国 含 怎么样 保护 尊重 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 但是 慢慢后期 他们发现 基督教不是犹太教 好像是一个 另外一个信仰 所以 开始 对基督教 就是不接纳 而且开始逼迫 那当然 受逼迫 主要的 原因 包括基督徒的一些的 他们的 表现 第一 他们的表现是什么 他们对于 当时的 帝皇的崇拜 他们不参与 不表示对 凯撒的 这个 效忠 也不参与 这些鬼神妙语的崇拜 也不参与这些 残暴的 这种的 好像 逗兽 这种的 演出 所以 给当时 政府跟老百姓的感觉是什么 他们好像对国家 不忠 然后 对他们当时的 这些鬼神的 朝拜 不参与 他们不敬虔 然后也不参与这种 斗兽的 公众的场合 不合群 所以给人 一个的感觉 他们是什么 反 皇帝 反诸神 反社会的一群 所以 有这种印象 就开始 让 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说 这个罗马政府 开始 对他们 有点的排斥了 这是 一个 第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因 那 第二 在这种 不接纳的情况里面 他们开始 对基督徒的一些 做法 有些的 误会 有些什么误会呢 包括 基督徒 他们晚上 守圣餐 那 这个守圣餐 是 在基督徒里面 是一个纪念 对不对 但是 居然被他们 传了什么 被外面的 这些不信的人 传成一个什么的仪式 吃肉 喝血 所以他们听到这些话 传来传去 这个圣餐 变成是一个什么 一个吃人 献祭的一个 非常残忍的 一个神秘的 这种 杀人的 流血的 这样的一个的聚会 所以 被传到 杀小孩 献祭 吃肉 喝血 等等 在圣餐 变成 一个好像 是一个流血 杀人的一个聚会 然后 基督徒 彼此的 亲吻 问安 本来是个 Holy Kiss 也被他们传为 是一种 放纵 情欲 淫乱的 一种的 情况 然后在他们当中的 医病 赶鬼 更被传成什么 一种巫术 一种Black Magic 所以 外面的这些的 异教徒 对基督徒 很大的误会 那么 第三 当 社会遇到 这个灾难 或者地震 那么 这些的 异教徒 就把这个罪名 就归给基督徒 因为他们不参与 这个鬼神的敬拜 所以是基督徒 带来的灾祸 所以 最悲惨的一次 大型的逼迫 我们就是在 祖后六十四年 黎路王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焚烧 罗马城 结果 就把这个罪名 好像一切的天然灾祸 罪名都归给基督徒 是基督徒所做的 把基督徒 讲出来 成为 带罪的羔羊 所以从 祖后六十四年 这是第一次 在罗马城 大型的 对基督徒的 避害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 保罗也是在这里 被寻到 所以 从 黎路王 假如我们看 我们补充的讲义 有十次大的逼迫 那么 逼迫的一些的背景 跟原因 那么 尤士丁在他的 first apology里面 第一次的护教里面 也有一些的 说明跟解释 那解释 尤士丁在这个护教方面的 一些正面的贡献 他护教 传福音 对基督徒信仰的 这些的 误会的辩护 很有贡献 但是 当我们看 尤士丁的神学思想的时候呢 我们就 发现 麻烦了 怎么麻烦呢 那基本上 他受到这个 希腊哲学的 logos的思想 这个 旅行的世界 这个道世界的源头 那他对 logos的认识 他受到 柏拉图哲学里面 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 对人的灵魂的一个认识 还记得 我们提到 柏拉图的哲学 把人的灵魂的定位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 还记得吗 看一看讲义 是一个神圣的亮光 Divine spark 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都有一个神圣的 道的亮光 假如按照 斯多亚派 的定义 甚至是这个道众 这个 Sperm of the Logos 这个道的 道种 都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虽然他们没有得救 但是其实 人的灵魂 与生俱来 这个道种 或者这个 神圣的道光 Divine spark 都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那么 许多的人 他们按照这个道种 这种理性 来行道 甚至 奥古斯丁 对不起 这个 尤斯丁 认为 只要他们能够行道 是道类一家 不是主类一家 他们没有信主 但是在道里面 他们能够过这种理性 道德的生活 基本上 是一家人 甚至他称他们是基督徒 Christian 这里看看我们的补充讲义 我有没有印出来给你们 Justin Martyr的英文的一个说明 我们来读一下阶段 你们都有吧 好 他说我们被教导 基督是 耶稣神的首生 但是他就提到下面 这个首生其实 And we have been declared About that He is the word 然后括号 reason 道理性 of whom all mankind partakes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那个首生 的存在 而且 耶稣基督 他的道理性 也存在在什么 全人类的里面 All mankind partakes 然后他就特别来说明定义 Those who live reasonably with the word are什么 Christian 每一个能够按照这个道的能力 理性的生活 都是什么 都是基督徒 就是所谓的道内一家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called atheists 甚至是福圣论者 For example Among the Greeks Socratics Heralitists And men like them Among the barbarians None Greeks Abraham 他把亚伯拉罕也拉出来 And many others Whose actions and names We are now declined to recount Because we know it would be tedious 他把所有的这些所谓 执 执人 有执学思想的人 有信心的人 都把它归类在什么 都是神的 好像基督徒 那你发现 尤斯汀这样的教导跟讲论 他的特点跟目的 跟背景是什么 斯拉哲学的背景 Divine spark 这个logos spurn 道种 logos seed 在每个人的里面 但是你发现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方式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普世信 普世信 他希望跟这些外邦人 不信主的人 把他们都什么 包在里面 都是自己人 不是个对立的 来自先接纳他们 希望得的他们 包括这些 上席希腊哲学的 君王 议员 支持下 我们不要彼此逼迫 其实我们是 道列一家 是自己人 所以其实在某种角度 它是一个传福音 呼叫的方法 这种的 呼叫方法 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 常常使用 包括 在第一次美国的大福音之前 Jonathan Edwards的岳父 教会的主人牧师 他提出一个观点 叫做 converting communion 就是他允许 所有还没有受洗 甚至没有信主的人 当教会有生餐礼拜的时候 能够欢迎 所有的人 参与在圣餐里面 在这个圣餐里面 好让这个圣餐的恩典 能够临到他们 感动他们 不是好像分开 你们还没有受洗的 你们不能参与 你们只能够管理 只能够在旁边 他用的方法先怎么 把他们包进来 我们一同来领受 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透过接种的方式 来得着 几些的不信的人 你发现 接种的做法 从尤士丁就开始 主到一家 只要你有道德的生活 只要你 非常的理性 不会逼迫基督徒 我们都是什么 一家人 我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 在你哲学的基础里面 对这个道德的认识 哲学的基础认识里面 再往前走一步 来认识 这位真正道的源头的 耶稣基督 这个道德 真理源头的 耶稣基督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否定你的哲学 我们是朋友 不是敌人 我不需要攻击你的哲学思想 甚至不需要攻击你的无神论 他把无神论 都包进去 只要你能够理性的生活 都是有这个道种 在你里面 你本来就是属于基督 只是你不知道 你看 尤诗丁厉不厉害 厉害 但是 他的厉害 却把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真理 直学化 淡化 没有分别为生 但是 我们要了解他的苦心 他所用的方法 所以 这个方法 其实 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中国 也有一位 我们知道 丁光逊主教 他提出一个 非常 comprehensive的教导 就是一个很广阔的 一个教导 可以把很多人都包在 基督教里面的 因为他提出什么 因 爱 正义 只要你有爱 你就是基督徒 其实 跟这个 尤诗丁所讲的 没有差别 因着你有道德 你就是主了一家 我们是因爱称义 不是因信称义 你信不信耶稣 没有关系 只要有爱 有道德 就是基督徒 所以我不晓得 丁光逊主教诗 读了尤诗丁的东西 应该用的方法 一模一样 日光之下 没有心事 一个哲学家 一个有道德的人 就是基督徒 很危险 但是我们也了解 他的动机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尤诗丁 对这个不信主的人 是非常的包容 非常的接纳 非常的参与 在他们当中 但是我们也可以 从教会历史里面 看到另外一个系统 比如说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初的 纪要派 fundamentalist 纪要派 所表达的方式是什么 对世界 非常的不接纳 对社会 不参与 这世界非我家 你们 都是灭亡的 只有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我们是要分别为圣 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就背体了 这个世界都撇在后面了 我们就是实在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我们不需要管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要被神的烈火焚烧的 不幸的丢到流氓火壶里面的 你发现 对世人 对传福音 常常在教会历史里面 是两个极端的做法 一个是太包容 太参与 包括二十世纪的 新派神学 社会福音 我们要进到这个社会里面 不要单单只传福音 我们要做社会关怀 不要那么的功利 为了别人是耶稣 你才去爱他 我们应该是无条件的 传社会的福音 社会的改革 改变这个世界 成为神的千禧年的国度 社会福音 很努力地接纳 包容 做很多社会福音的工作 办YMCA 亲人会 办医院 办学校 但是就是不传福音 这是一个的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跟尤斯丁相反的 跟这个社会福音相反的 就是我们就是 跟这个世界好像隔开的 其实不信的世人 他们就是不蒙拣选的 他们就是活该的 他们就是回教徒 他们就是无损论 他们是应该灭亡的 我们分别为圣 我们就是好好的 成为一个圣洁派 跟世界分别出来 不要受到污染 不要参与这个社会 不要参与这个世界 你发现什么 这两个极端不同的做法 就是我想到那个预定论的 今天讲那个 所以我想预定论 你今天有时间 跟我们阐述一下吗 我们会有时间的 特别当我们去到 Reformation改教时代的时候 到了16世纪 我们一定会发时间 这个预定论 或者拣选论 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但是之前 我们从奥古斯丁里面 有一些的基础 因为第一个提出 Predestination是谁呢 当然是保罗 但是成为一个神学的著作 是奥古斯丁 所以你可以上这个网站 去查奥古斯丁的作品 Predestination 他有一本书 专门写预定论 所以整个保罗神学的预定观 是透过奥古斯丁 他个人的经历 然后他再高举出来 然后透过他影响到 马丁路德跟加尔文 把他更系统化 更解释 更清楚 然后从这个加尔文之后 又被误会 变成个极端的预定论 预定到那个 预定到那个地步 既然神所预定的 我们不需要传福音 他们也会得救 这个所谓的hypercavenism 就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 我们都会花一些时间来讨论 那基本上我们先从这个 尤斯丁的这种的apology 他的呼叫传福音的一个方法 跟他的这个的approach 他的优点在哪里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缺点是什么 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 你发现好处就是 他不会跟世人产生一个什么 矛盾跟对抗性 先接纳 接纳是人 把他们都拉进来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回教徒我们也是弟兄姊妹 无神论也是弟兄姐妹 你们这些哲学家 儒家也是弟兄姐妹 都能够拉进来 在所谓这种道跟智慧的角度里面 包容他们 然后把他们 拉到这个的基础上面 道德哲学的基础 然后再上一层楼 道德字母 哲学字母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基督教 真正的道德 真正的哲学 所以不是把他整个哲学 道德 完全否定他 来是肯定他们 把他们拉进来 更上一层楼 其实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种的心态 我们要了解 也要接受 也要学习 但是 这个内容 我们不能接受 真理绝对不能妥协 绝对不能讲因爱称义 绝对不能讲道类一架 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爱死人 我们也爱死人 要真正的有爱的善行在我们当中 不是说只是跟他们传福音 爱他的灵魂 不爱他的身体 所以什么去平衡 能够把基督徒 这个爱心的见证善行 摆出来 参与在社会里面 这是很重要 所以不希望每次的救灾 这个所有的船船 都是台湾的慈祭 跑到最前面 我们基督教在哪里 我们基督教的行动在哪里 上街是在日本的征灾 我们上礼拜去大华 九九门口去传福音 结果我们就看到 谁在那边了 一堆慈祭在那边 哇他们穿着制服 然后一个门口一排 第二个门口一排 他们在那边就是筹款 救灾 幸好我们这个小小教会 也有一些爱心的见证摆出来 在那边发单张 也有基督徒走出来 但是不够 让我们不但传福音 也能够参与在这个救灾里面 能够在每一个的灾祸当中 我们基督徒能够最限的 跑到社会的前面 让这些电视的媒体 不是单单只看到慈祭 也要看到基督徒 但是很可惜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观念 好像解世界非我家 我们就是专心祈祷传道 然后就是在教会里面敬拜 好像社会的事情 我们反应得很慢 然后每一个教会 就是独善其身 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联合的行动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好 所以这是尤士丁的 他的一个希腊神学的一个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他也提到 我们可以读一下 你们的讲义上面 有没有这个 I both boast and strive with all strength 有吗 有节奏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好 就更了解他的这个 哲学的思想 好 I both boast and strive with all my strength to be found a Christian not because the teaching of Plato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rist 他把这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跟基督的教导 把他甚至类等 they are not totally identical 当然也不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有相同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stoics poys and historians for each man spoke well in proportion to the sheer that he had of the seminal world 看到吗 seminal world 这个seminal world 就是那个道种 道的种子 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道的生命种子 在说话 whatever things are rightly said by any man being to us Christian 你看到吗 他们只有讲出这个道德哲学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基督徒 for next to God we worship and love the world 爱这个道 爱这个智慧 who is from the unbegotten and infabible God seeing he also became man for our sins that by sharing in our suffering he might also bring us healing for all those writers for all those writers were able to see reality darkly through the seed of the implanted word within them 所以看到 尤士丁的人论是怎么样 看到吗 他的人论 他两次提到什么 第一提到Samuel words 这个道种 然后后面一句 他提得更清楚了 through the seed of the implanted word within them 每一个人 他的理性 道生命 其实都是从这个道 种在他们的里面 虽然他们 没有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们跟道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发现尤士丁 过分地高举这个道理性 logos reason 他的那个存在 当然他也透过这个 作为一个point of contact 好像一个接触点 要得着所有的外邦人 不信主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 哲学神学的一个观点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最要欣赏的 其实就是 他的对君王跟义员的 这种的传福音跟辩护 但是进入他的哲学神学的话 我们都发现很有问题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他怎么处理 基督跟父神的关系 那他基本上是强调 基督的logos 道姓 或是reason 是天父的儿子 差派来做什么呢 做教师 teacher 是传诗人的师父 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其实都有这个道姓 都有基督的作为 也是父神所拆派的 这个道成肉圣的一个使徒 Son of God Son of the true God is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the prophetic spirit in the third rank 其实他对圣子跟圣灵的 一个的定义 好像 最高的是天父 然后是圣子 然后是圣灵 是一个三个位置地位的 一个的分法 所以你发现 他的神论 他的三一神论 完全是没有的 因为要看到 特土良神启示他 才把这个 three in one trinity的证理 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当然要到离西亚会议 要到阿塔拿修的时候 就更能够清楚了 那你发现 他有生命 他爱神 他爱主 但是在一些基要正理上 他是糊涂的 所以 究竟 我们怎么去看异端 假如从三一论的角度 他是一个大异端 从这个人论里面 道论里面 他是个异端 但是他也没有得救 从他的生命 从他的爱主 他是有得救 但是从他的教导 不完全 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思想 究竟 异端的问题 这个也是 我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困惑的问题 究竟 假如他的三一神论 不准确 但是他真的是接待耶稣 他真的是信耶稣 他真的有生命 就好像我几年前 在洛杉矶 认识一位传道人 他写了一本书 叫 《井边的女人》 我不提名字 你们将来会认识他 他就跟我辩论 那我提到 在这个五旬节运动 第一波里面 有一个的异端 就是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他就是属于这个中派的 联合五旬节中 那这个联合五旬节中 你上网去查一下 他们的信仰告白 他们基本上 就是指高举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受洗 其实 这位神就是 这个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个旧约的天父 肉身的显现 从而没人看过父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死 把他显明出来 所以他基本上 这个宗派 不讲三为一体的 其实旧约的圣父 就是耶稣 圣灵也是耶稣 是一种独一神论 或者神格为论 的一个观点 但是当我跟这个传道人交通 发现他真的是爱耶稣 但是他爱耶稣爱这个地步 碰到别的基督徒 就要把他抓他去重洗 说你们以前奉圣父 圣子圣灵受洗是不对的 只能够奉耶稣的名受洗 他就抓着死的行转 彼得这句话 奉耶稣救的名受洗 彼得者所应许的圣灵 他很热心 要把人重洗 归入耶稣的名下 他真的是传福音 也做很多这个 社会关怀的施工 他在洛杉矶的Downtown 设立了一个中心 专门去帮助这些 无价可贵的人 给他们预备三餐 给他们预备衣服 甚至预备住的地方 甚至我也到他们的中心里面 住了一个晚上 体会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爱人 真的是传福音 但是离根的谈道 三维一体 卡住了 我说明明耶稣 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耶稣人在什么 河里面 但是圣灵仿佛什么 格子降临在他身上 然后天上有声音 呼说解释我的爱子 我说明明是有三个位格 并存啊 怎么说只有一个位格 一个神 就是耶稣 在不同的时代 以天父的形式表现 以圣灵的形式表现 我说不对啊 大家听不懂 因为他从教育的背景 神学的背景 他只有小学的教育背景 没有读过一天神学 但是他传福音 参加这个宗派 要被案例 要就成为牧师 他也每个礼拜天讲道 你跟他讲三个一体 他完全没办法理解 他只是一个独一神论的观念 好 对 所以摩门教是一个一端 还是一个一教 所以要定位了 基本摩门教 它也是三位一体出了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救赎论 可能也是有问题 所以 这个的线 真的是很难分 究竟是一个 一教 或者是一端 或者是一个极端 那个这个正统 这四个关系呢 有没有 得救的人 在这个极端里面 或者说 我们被定为异端 异教 但我们绝对说 不会有得救 但是 这个极端 我们比较会接纳 在一些极端的教导里面 会有得救的人 因为在基要证理 包括这个救赎论 特别是救赎论 是否伤信耶稣基督 天下人间 没有吃他 别的名可因他得救 对这个十家的救赎的证理 很确定的 这很多的教会 越来越比较高举 救赎论作为那个标准 救赎论清楚的 那么三一神论 比较含糊的 搞不清楚的 他们也会接纳他们 是得救的 但有些的教会就很 很严格了 不但是救赎论要很正统 这个三一神论 也要正统 甚至连圣经论 上去圣经无误都作为一个标准 你不接受圣经无误的话 都认为你们是一段不得救 对 所以他们救赎论很清楚啊 知道是 因心正义啊 我就说救赎论 很清楚 但是一讲到这个三一神论 他们就糊涂了 就搞不清楚了 如果说这些人不得救 那好像就有点说 他们是 因行为 因理性 因教义而得救了 因为他们 不但是信耶稣 而且也搞清楚 三一神论 坦白说 你今天去教会里面 问一些传道人 我恐怕担心 十个传道人当中 有五个都搞不清楚 三一神论 特别在中国大陆 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是爱主 大法日信 我在香港几次的培训 在中国里面培训 真的接触到 这些的团道人 哇 那个传道人就理直气壮说 天父是国王 耶稣是王子 圣灵是宰相 三等级的 然后他还说 王院长 我觉得你的教导有问题 怎么是同尊同荣的 哇 实在是 非常有把握的 所以 是否是因着他们的 理性 神学 善意神论的认知 才能够确定他的得救 还是说 单单是因信称义 也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我不做结论 因为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教派 他们的标准 严格不一样 最严格的就是 基要派 在二十世纪初上网看 一套书叫Fundamentals 他们要求五大基要真理 都持守的 才是纯正的 才是得救的 包括圣经五物 包括耶稣在这同真理 而生 这个替罪带死 这个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包括三个一体 他提出一个五大的 five fundamentals 都能够有 才是得救的 很严格的 其实我是在想说 那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 因为这个启示是渐进 对了 那人家也不明白 也是信得好好的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从教父的生命 跟见证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 特土良 还没有出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第一个写Trinity的书 才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楚一点 然后到这个 第四世纪 才有黎西亚会议 再把这个真理敲定 耶稣的神性人性 圣父圣子圣灵 同尊同荣 才敲定这个真理 没有生命 不是神社拣选的 不是圣灵重生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敢论断 是否每一个在基要派里面的人 都一定得救 是否在这些 搞不清楚三维体的 但是他们很爱耶稣的 真的他们有生命有见证 他们是否不得救了 我们真的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真的是不敢论断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危险在哪里 对于这些极端的 或者说异端的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们 甚至说指证他们 对抗他们 免得这个毒瘤 越演越大 从神论就影响到别的教义 这个救赎论等等 所以有一个危险性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尤斯丁的教导 其实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能下礼拜我们看 罗里根的一些神学教导 基本上 罗里根的三一神论也是 subordination 就是位次论 胜负是最大 胜质是二等位 你发现 这种的思想在尤斯丁里面 基本上受到什么哲学 影响 洛斯底主义 就是我们上礼拜看 哥罗西书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 多次来针对这个罗斯底主义的错误 基本上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 高举耶稣的神性 看到吗 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哪里 在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不是那个吃等神 圣灵不是更吃等 但这个思想 基本上是罗斯底主义的思想 还记得吗 罗斯底主义 提到那个至高的真神 他不可能创造一个 罪恶物质的世界 那这个物质罪恶的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这个吃等神 一个发射出来的 emittance less deity的God less divine God 然后这位 在发射一个吃等的 吃等的 发射到最后 就是基督 基督是最吃等的 因为他有肉身 所以是基督 他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 基督是守身被造 他也是这个物质的创造的主 是接种的理念 来解释这个 灵与物质之间的 这个的对立 是所谓的 lossity主义 elasticism 很明显看到 尤斯丁受到这个影响 吃等 那尤斯丁 一方面 他的善意神论 还有他的救恩论 是有些的问题 那么 但是他也 对这个圣灵的真理 做出一些的见证 我不晓得 你们的讲义上面 有没有提到 他 见证 基本上 圣灵的 这个 预言性的恩赐 还是在他们当中 for the prophetical gift remains with us even to the present time 然后他也提到 Now it is possible to see among us vemen and men who possess the gifts of the spirit of God 对于这种超自然的 预言的恩赐 不是已经停止了 在这个第二世纪 这个教父时代 还是继续的 那当然他这样的见证 就比较可以对应 比较极端 这个加尔文的说法 加尔文说 在这个 使徒时代之后 就没有这些超自然的 圣灵的恩赐 但是我们发现在 教父他们的作品里面 他们的见证里面 还是见证 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在他们当中 好 所以我们对这个 尤斯丁 这个大宝 大宝贝 有没有什么的 想法 他的确有爱主的生命 他有热心 但有些东西 不是按照真知识 当然也是看到 在时代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刚才Debra提到 这个所谓 真理的渐进性 好像在不同的时代 神把圣经里面 一些不同重要的真理 一个一个 越来越显明 透过这种 一段的错误也好 一段的攻击也好 然后透过我们的 在神面前的祷告 反省 能够把这些真理 越来越弄得 清楚透亮 现在就是最流行的 就是那个 基督教跟儒家的融合 他们也是道路一家 他们说 孔子 孔子就说 赵温道 西斯主义 对 然后这个道 道路一家 基督教跟儒家 对 所以会把 这个 儒家 提到有道 然后也可能会 对老子的学说 他的道德经里面 也提到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提到这些 好像这个道 这个字呢 就产生一些的关联 一些的融合 所以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特别我们就在中国 有很多所谓文化基督徒 不是真的崇升得救 来自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 来肯定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 觉得可以接受 基督教的这些价值观 来建立我们的国家的道德 或者是各方面的活动 然后也透过这个 文化基督徒的角度 跟儒家 或者别的的 或者老子的学说 能够有些的 沟通跟关联 那其实在台湾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叫一贯道 就是把这个 这儒家 基督教 道教 佛教 把它五教合一 一贯 把它贯穿起来 所以这些东西 真的日光之下 没有新的事情 在第二世纪 已经有了 在别的国家 包括在台湾 他们一贯道的做法 好 好 对 我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